张志伦选议委 他就可以选择 超过3000位支持者力挺 争取国民党立委 党内提名的参选人张志伦 周二晚间举办逝世大会 亲手献上美丽花束 给担任市议员的母亲陈景定 提早庆祝母亲节 很多的母亲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需要我们的台湾的经济 可以再好一点 大家可以让经济好一点 减轻妈妈的压力 就是要减轻妈妈们的负担 张志伦希望能利用 自身会计师的专业进入立法院 为中和的乡亲监督政府预算 更力挺韩国瑜选总统 一起拼经济 国民党中央知道说 我们地方的立法委员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我们急需我们中央 我们国民党 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 来用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来带领我们这些小鸡 一起往2020的大选 一起向前冲 一起跟韩国瑜市长 一起拼经济 不断向党中央喊话 张志伦强调 从中央到地方 有共识一起发大财 他也将秉持 一人当选 全家服务的精神 继续用心为大家服务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